各位 今天是星期六 軍事行動 明天就是我這個立喊大會 是反港獨 反冷血 反這個藝學 撥亂反正 隔走大耀廷 到目前來講 準備已經七七八八 絕對不容易 因為要做大量的工作 我預算明天大概會 都是有兩千人左右 如果來到的話 都是一件幾人頭湧湧的事情 如果有兩千人可以出席得到的時候 也證明得到普遍的香港人 對這些泛民所搞出來的事情已經是非常厭倦 實際上也很諷刺 但是 當初我說要搞佔中 宣布佔中馬上開始 今天就在金鐘這個立法會對開的地方 三年後的今天 三年後的今天 我也都在這裡 2014、2017 現在2017 9月 9月16日 明天9月17日 距離佔中三週年爆發 距離佔中三週年爆發 很近的日子 而今天 這個活動 就是今次這個活動 我們將三年前 泛民所搞出來的事情 我要予以糾正 撥亂反正 所以明天我會跟大家說 那些搞亂香港的 為非作大的 搞港獨 殘害我們 荼毒我們的年輕學生的 這些歪理 這些藝學者 全部都要吸我滾 我們要將這些事情 撥亂反正 馬上開始 一於要窮追猛打 將這個 在我們香港裡面 搞到烏煙瘴氣 教育不像教育 毛漢看起來好像教師那些人 那些所謂的學者 那些所謂的學者 妖言惑眾 吃我們的糧 來咬我們的腳 這些人 抽我們的後腿 將我們的年輕人搞到 不做一個有體面的人 滿口粗口罵人 不單止得罪他 他自己的老祖宗 將自己的老祖宗 貶低18層地獄去 叫支拿人 當他侮辱人的時候 實際上他侮辱自己的老祖宗 怎麼可以這樣做 在大學裡面 以一種 藉口 學術自由 來高舉這個 港獨的旗幟 用一種 泰獨 冷血的說話 在自由民主場上面表達 就說他言論自由 不是說體統的問題 根本最基本上做人 禮而廉恥 什麼都沒有 這班人叫做大學生 是不是一小撮呢 可能一小撮 但是上次我說 如果是受這班這樣的教協 受這班這樣的 藝學者 由1997年一路荼毒 他們到現在 每年有七萬人 過去二十年來有 一百四十萬 是被他用這些 輻射 核子廢料 來灼傷他們 有成一百四十萬 而真正是嚴重受創 好像梅毒上腦那些 搞到已經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你問他是不是中國人 他不敢說 他說他自己是香港人 是香港什麼人 香港衰人 他可能真的是香港人 不過是香港衰人 是香港賤人 當中裏面如果有十個percent 是受到 非常之 嚴重 污染了他們的思維 逃獨了他們的思想 都有成十四萬 而這些人 就選出好像梁國雄之流那些 選出來的那些 也都要去 坐牢 選出來的那些 與無論次 忘記自己的祖宗 忘記自己的民族 忘記自己的民族 還講到 大意想言 真真有詞 講到自己好像很威猛 好像很對 在議事堂上面講粗口 唯偶 然後 跟著又 去包庇 犯錯的 死不悔改 有些還是 讀了法律的 讚賞了別人 入獄之後 人生上天上之彩 他還要很長時間 怎麼可以這樣講 這幫二百名 所謂學者聯署 去譴責我 他譴責我什麼 我譴責戴耀廷 他這二百條廢物 譴責我說干預了他們的 所謂叫做 學院的自由 獨立 學術的自由 言論的自由 扼殺了有良心的 教師 為打造我們未來香港 建設我們未來香港 按照他的道理 把香港建設成什麼 地獄 18層都未夠 28層 良心的 教師 竟然敢講 這一塊就照妖鏡 我夠膽和大家 作出立喊 由立喊 而變成為 咆哮 而咆哮之後 我就繼續去炮轟 隔走大耀廷 接著 將你這班廢物 踢出去 你說我是不是引起文化大革命 我現在就把這些獨文化清除 如果你叫這個叫文化大革命 如果你叫這個叫文化大革命 你就準備定 你等我 你等我 隔了你們走 這班這樣的廢物 過去20年來 講一套 做一套 滿口仁義 害死我們那些年輕人 這一批 如果20年來 有10% 那些14萬報銷 沒用 醫回殘廢 但我懷疑不止10% 有20% 28萬 這些要拿去哪裡 拿去兌填區 拿去焚化爐 真的影響我們香港 很深遠 不講大家不知 就是因為我們有良知站出來講 現在他們這班人很害怕 短短從8月21日到現在 未夠一個月時間 我做的事是很少 未夠 遠遠都未夠 未達標 但是 我所講的 很少實際上都不少 但是 在整個香港來講 以我何君堯一把聲 走出來的 太渺小 太微小 但是這麼微弱的聲音 竟然引來 對面 那種反誓 可以說 有排山倒海之勢 我也高興這樣走 要把微弱的聲音 可以引蛇出動 將這班妖精全部 抽出來 我走出第一步 就靠大家延續 大家繼續努力 我不會怕這些妖精 你想想 8月21日 我和周庭 在千禧年代上 做交流 她只是吃黑十 因為連基本禮貌都不懂的 你肯聰明也好 都徒勞無功 如果 趁著你現在 還有點時間 可以悔改 或者接受 別人 你肯聰明的良好的 忠谷的話 你還有機會 懸崖立馬 所以 那天我作出一個公開呼籲說 隔走大耀廷 因為我見到周庭這些 再加上周庭那些 不知道在哪裡賺錢回來 去日本不知道去多少次 每次都去RICO RICO University 當初我都不是很奇怪 不是很清楚 為什麼一個十九歲的 女同學 最初她去學民思潮 我最初對她真的不太了解 後來都做一點點Research 原來 她十五六歲 學民思潮被人抽出來 培訓之後 她那些日文 嘮嘮聲 嘮嘮聲 我問她在哪裡學過 她說看日本片 看日本片可以學得這麼厲害 那真是 年輕人真的相當不錯 都好 你可以學得到 但是後來被我觀察得到 她去到日本的時候 鞠躬 見到日本人鞠躬那種禮貌 和對香港人 那一回事 對我 你說對我來說 沒問題 政見不同不要緊 做人基本的禮貌 握手不握 未認識我 就已經當我是她殺父仇人 見到日本人那些又不認識的 好像一隻蝦疤狗 那樣 如果她有一條尾在這裡 你見到她搖成怎樣 多厲害 頭髮弄成怎樣 你看黃澤那些 就好像 嘮嘮聲 那些日文 原來她去 RICO University 跟那個教授 那個教授之前在香港做 一定是做臥底 研究香港政治 你說這樣去教她 有什麼不洗腦 說我們國民教育洗腦 我不是說什麼 國民教育是對的 但是國民教育裡面的內容 不是應該斟酌大家可以聊天 但是我想總會好過現在 最近你見到 有一間 有一間 很老自豪的出版商 印那些通識教育 原來通識教育裡面這麼偏頗的 再看看原來教育 那裡好像沒有什麼去看她 這件事我叫我安姐 安長 在教育委員會裡面要跟進 究竟現在我們通識教育裡面 教成怎樣 講回頭 一個這樣的年輕的同學 他可以去日本裡面 接受這麼多次這些交流 就是洗腦 但是他們不覺得洗腦 偏偏我們國民教育教的 他就覺得洗腦 但是他忘記了日本人 在我們的二次大戰 日治時期 或者侵華的期間裡面 死傷成 千幾兩千萬我們的同胞 他 這頂間來做的東西沒有 但是看到日本人 下巴的 是一條狗 擺尾非常厲害 這個不是一個偶然 如果再見到黃之鋒那些 搞完這個佔中 他可以被安排上Times Magazine 周永康這些搞完之後 我們香港政府有一點無能 要花兩年多才去起訴他 然後才入到他 入完他之後 怎知道那些官又是怪誕 無視了那件事的對社會的嚴重性 給他一個叫做讚賞 就是說有這樣的政治的訴求 使命感都是好的年輕人 社會服務令 坐牢三個月 換形執行好不好 這個這樣的心情 令我想起周星馳拍過出 這個 陶鶴威龍義 這個葉德閒對著 那個 達哥 那種這樣的語調 他就要來跟黃之鋒等 你們下次快點 於是我不喜歡 我真的覺得不喜歡 我要求要複合複獻 現在那些獨媒又說 何君堯 你要抽水 我抽什麼水 我抽你的什麼水 我為什麼要抽水 我說的是道理 證明了一件事 一年前我要求律政司 要去複合 而得到上訴庭的認同 在這個上訴程序裡面 各方面都用他自己的律師 來去抗辯 絕對 功勻 好了 判了出來要去坐牢 哇 引起嘩然 最厲害就是 立刻那些外國關係 寫了公開的文章 那些二十幾歲的小妹 還是三十歲 在一個tutorial那裡 就是只是搞這個社運 對香港的情況 編執 有這個 有這個 旗見 寫到香港自己的法治 是不對 我又立刻去頂他 那兩班人就說 你怎麼會登你那篇文章 我理得他登不登 就是起碼我要出聲 我要Defend the good name of Hong Kong 什麼時候輪到你 New York Times在亂自首畫腳 有沒有研究 有沒有去查察 不過牙刷刷 說得就說 我們這班所謂叫 廢藝的學者 我來秉戴耀廷 你二百個人出來 去擁他 來譴責我 請問你有沒有 講句公道說話 我們的rule of law 你有沒有寫封信 你這樣的學者 懂不懂寫封信 去義正嚴詞 講回對香港有益的說話 沒有 出席這個議事論事 坐在右手邊那個 枉他叫做聖宗 然後叫劍華 我懷疑他把劍是刺著華 刺著中華 刺著中華 知福 他不是刺福 就是拿把劍給你 給我刺他 學生講髒話 學生講髒話 你有沒有出過聲 沒有 搞港獨的 你有沒有出過聲 沒有 我來秉戴耀廷 你突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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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來簽名 你保衛那個 叫做良心的 學者 你都好惹 你的良心去哪裡 先不談你和我的政治的立場 你是不是很喜歡那些學生 天天跟你拿粗口來講 問候你媽媽 我真的當課很生氣 你喜不喜歡 你說不說 你又不說 但是你認為學生講 就OK 言論自由 學術自由 跟你講biology 離譜 我問他是不是支持港獨 以爺以爺 最後就說不支持 你不支持 你又不出聲來罵那些小朋友 不要當他小朋友 一時就叫他小朋友 一時就叫他英雄 一時就叫他英雄 協助香港 報上一個這樣的政治改革 英雄 講粗口的時候就說 那些小朋友 有時候給他講 又計較什麼 接著又講港獨 人家說一下都不行 你當真 現在告訴你 140萬人 是被這些 藝學者 荼毒了的思想 但是有10%嚴重受影響 都14萬 你叫他年輕人還是小孩 還是什麼 請你定一定 定一定格 想清楚 究竟你想我們這幫人 是搞什麼 我們這幫年輕人 兩文三語就學不好 英文就講不到 粗口 又是講來講的 都有三句詞 三字經 真的 其他變化都沒有 但是講得很難 明天侯志強會上來 這個集會 我對他很有 很有 一種什麼感覺呢 人家 人家坦率 人家是 起碼 人家說明給你聽 走正路的 你就應該這樣走 走歪路的 你就應該這樣走 你就不要在大學裏面 表現到 好像黑社會一樣 你不需要在那個地方裏面讀書 你可以在別的地方裏面 進修一下這些社會學問 你為什麼要拿到我們 納粹人給的錢 我們不是叫你做黑社會的 我不是要你在那裡去搞亂當 恐嚇 侮辱 你影響了其他那些 想正常學習的同學 我怎麼不走出來 你這些廢 學者 你有沒有考慮過學校裏面 你是不是想 嫁禍了現在中大裏面所有同學 講粗口 和搞港獨 就是他們的學 學術的自由 你是不是想說 現在全家中學 全家中文大學 都是要搞港獨 這個就是他學院的自主 鍾劍華 你有沒有簽過任何一個 譴責現在這樣的敗類 你教哪科 余若美 你做你的Senate Council 你竟然說 對兩個律師會 的聲明表示失望 我一告訴你 全個行裏面 法律系 包括 聽到你這樣說這些話 真正是對你失望 我都說 你有政治的取向 不要緊 每個人有不同的取向 但是你不可以將 有些基本的東西 禮橫折曲 如果我是你 都不用等 巴 association 的discipline 自己已經撕了柴 CNA Council 扔進去了 走去英國住 那裏會有好一點的 rule of law 不是好像你現在說 你想說的就是 香港已經是不同了 跟以前鬼佬年代不同了 現在只不過是 rule by law 我記得 我記得2012年 你和我一起 是參加選舉 辯論的時候 我說愛國 是應該的 那竟然你答一句說 沒有人叫你愛共產黨 我就立刻回應 愛國不是等於愛共產黨 你搞清楚 沒有人叫你愛共產黨 你可以繼續愛你的公民黨 愛國有什麼問題 難道你愛哪個國 愛你的愛國 是你就做事 言行一致 你不喜歡這裏 你就走開 我是這樣回應他 14號那天 他立刻就說 你們這些人這樣 就是說 你最厲害叫人走 實際上 香港是自由港 你拿幾個護照都沒有問題的 加拿大 英國 紐西蘭 澳洲 拿著特區護照 你隨時走 這是自由港 沒有人扔你走 你真的不是喜歡這裏的 他就走 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是不是 但他又不是 死死地氣又是蹲在那裏 從事什麼任務 我不知道 這些人 就跟我看過出電影 IT 一模一樣 那隻小丑 我一直在說 人們就是要 internally 是不是突然想要 是藉着你 恐懼 去嚇你 一天說 香港很黑暗 香港這件不可以 還是那件不可以 哇 突然之間 會是 很像是 不可以這樣說 大家只想要一地兩檢 他會在西九個B3那裏 那裏那裏 國安會跑出來抓人的 我以為三歲至十歲聽的那些歐嗚 你不聽的話 歐嗚出來抓人 這班公民黨 完全是腦退化 最終人家以為他是大藏黨 每個都會有sense 現在越看越離譜 你不需要相信我何君堯 但我何君堯說的是老實的話 我夠膽說 我也不怕他們 大家用一下我們自己 拼情議論 用我們正常思維 香港是不是沒有了言論自由 香港是不是沒有了學術自由 香港是不是沒有了 rule of law 香港是不是沒有了學院的自主 而是不是真的天天有人出來恐嚇市民 是否現在的校長突然之間又會被人說 傀儡 是政府的爪牙 100%當他們都對 那麽又看這邊 這邊學生 講粗口 講到 很狼上口 雖然是一群 這班傢伙有沒有說 說的粗話都不錯 其實都OK的 是對的 還有內容裡面說 問候別人的老媽子 這個是我們自己追求言論自由裡面最高境界 做人就是要這樣 不需要尊重人 他又不是這麼說 他很坦率的 秉秉到這裏 九彩一文不值 完全被他打到遍體鱗傷 躺在這裏 衰了 麻煩你歌頌一下 這裏有些什麼好呢 那裏就差成這樣 粗口好 在教育大學裡面 那個學生會會長 我懷疑他有手口觸病 爛口 滿老子都是污秘的東西 寫出來 現在不是去秋後算帳 或者是文字獄 這個是他自己寫出來 大家有眼看 這些這樣的教育 產生出來這些廢料 然後跟著再將這些廢料 去餵我們這裏年青的 我都說了 10歲以下的仍然可以救 10歲至18歲 formative years 很難去救 18歲以後去到24歲那些 是加固期大學裡面 更加難救 如果中了毒的話 就好像吃Cocaine一樣 吃了K仔 他沒有辦法控制到自己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裡面 這些教育大出來的老師 這些廢料 是非不分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斬草除根 還是讓他在這裏 散播毒料 散播毒害 在大學裡面 民主場說些太獨冷血的事情 這班這樣的公民黨 這班這樣的民主 那個黃碧雲 就懂得說又要譴責何君堯 要我懸崖立馬 這個一舊雲 有沒有說過半句啊 同學們 我們先放下一切政治的問題 就是你的操手 的確有問題 有沒有說過公道說話 嗯? 沒有 我們很失望 但是短短這個月裡面 由8月21日到現在 9月16日 我做的事情 不是太多 出席過千禧 然後在左右紅藍綠裡 發表意見 我說 要停啊 回頭是岸 然後我也都 在不同的節目 backcheck 自由風 打到電話來找我 我沒有空 因為我又出了去開會 然後 又我要搞一下我那個簽名的運動 八萬零六百 二十三名 香港 市民簽名 隔走大耀廷 我也都在那裏 回應 搞了一個記者招待會 回應 大家 我下一步是會怎麼做 我逐步逐步去做 由 公開去批評 寫封信去港大 要求港大跟進 然後面對很多那些 藝學者來攻擊 然後現在我搞了簽名運動 我亦都說 我會搞一個立喊大會 明天就將會舉行 如果你們有時間的 明天來 我們一起把心裏面的團火 放它出來 那些記者只是猛問 你什麼時候到香港大學 你不用擔心 會有這一天 如果他不自重的話 如果這個香港大學 校務委員會 應做而不做的事 就不如你們個個都不要做 我會跟進 我一個人的力量 我可以跟你 打到內天腳底 竊而不捨 用我的智慧 用我的經驗 用我的勇氣 用我的金錢 用我的時間 所以 這個只不過是 一個起步 我很希望他們 真的 好像昨天這樣 十大院校 聯署聲明 是明確說 你搞港島人行 沒有前途 港獨是沒有 討論的空間 因為你這個是 搞的 肩腹 叛亂 叛國 沒有 竟然說 港獨不是犯法 哪一條廢柴 哪一條廢柴 可以說港獨不是犯法 哪一條廢柴 然後 以後你都沒有什麼好日子過 這幫人 還未醒 現在我要 渴斥你 為你好 我才罵你 我不出聲 你還被人陰到 睡在地 好 十大院校終於有這個聲明 It's good 沈祖堯 沈祖堯也作出一個 最後的通帖 梁奶彭就是校務委員會主席 要求儘快把這些港獨的標語 和那些奇幻拆走 這幫所謂叫做港大救生關注組 又是不知道什麼鬼人 全部都是妖怪 那我明天搞個 記者這個 隔走大要庭的大會 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走出來 明天的人都 都不少的 港者 好有份量 其他那些不打閒來 不要緊 還有很多機會 給大家可以參與 大家共同一心 是要撥亂反正 將香港的 對香港 無益的這些毒品 毒害 我們全部要 將它一掃而空 我們要向毒品挑戰 今天和大家講到這麼多 好嗎 因為時間已經是十二點半 很快和那些 軍事行動之友 回應一下大家有什麼意見 阿瑪赫尹就說 醫生救人一個 校長害萬人 高敦尹就說 釋放正能量 梁奇嘉就說 港獨 我不論他犯不犯法 單純從經濟角度 根本就是死路一條 香港人生活 更艱難 你說得對嗎 港獨 你只是看一下今天 今天的報紙 內地裏面 不收廢紙 已經通街已經塞在這裏 八毫子一斤 現在跌到五毫子 搞港獨 你這班學生仔 拿了一盒那些紙 逐漿來煲水 煲粥 用來吃 你沒有飯吃 講港獨講得這麼輕鬆 我怕你吃那些紙皮 吃兩天已經中毒了 身亡 無法清潔 只是這麼簡單的事 我們香港要面對 只是廢料 廢電池 怎麼搞啊 廢紙怎麼樣 如果不是拿到大陸裏面 處理 香港根本就 無憂無能 自己 你說到自己 好像麻雀衰小悟狀 俱全 什麼都搞定了 這裏可以 我都很想自己 有一些 有些處理危機的 有些時間可以處理一些 譬如今次他禁止海外外國的廢紙入口這裏 我剛剛也寫了一封信 教主曾經講過 有些回應回來 但是你看到他一說落閘 你變了你的紙去不了 他斷斷水喉 你就開口 只有一個洞 講都不講 要省點口水 要不然就渴死了 空域我不讓你飛機出入 你坐船也不行 走到外面葡萄島 你已經被人阻礙住了 你讀什麼呢 是不是 你讀書嘛 讀報紙嘛 你讀港 你好讀不讀港 讀害我們香港 離開大舖 繼續反應 今天好像有很多說話 很多留言 讀不太多 Samsama Lilly說 痛心懸在香港大學生 只是盲目跟風 讀書這麼久 畢竟是是非不分 Conny Wu說 港獨只是叛亂 等死了 Ming Chung說 滾開了 有些蟑螂進來 我不要理他了 讀書這一句好 沒錯 你讀這麼多東西 好讀不讀你讀港 其實你應該讀書最好 Mandy Chung 整班都是 什麼呀 整班飾物 還是廢物 你打錯了 整天都是說人家廢老 好像自己不會老 他媽媽不老嗎 每個都是會老的 沒錯 始終有一天的 Ping Ping說 明天一起出席來支持這個活動 多謝 Supornia Mack說 支持你的行動 戴擾是千古罪人 Samama Lilly 我認為港獨比吸毒還要危險 是大千萬倍 吸毒的人只會害到自己本人 但是最多 或者是害到一家 但是如果搞港獨 害了整個香港 也會害整個中國 禍害了14億人 所以我認為港獨是有朋友說 禍害幾代人 Gladys Tam說 明天見支持你 Mandy Cheng說 整班都沒有路 Sammy Wong說 取消通識科 對的 Kareem Yun就是支持你 Mei Mei Chan Why are you talking about ABT If you don't like Why you come here 有些蟑螂進來 Ada Jung 俄律師明天加油 幫你做大她 Tracy Wu 明天見 Conny Wu 何律師快點休息 明天我們再講 幫幫吹就說 教大學 教大那個女兒 那個女孩子 整個Facebook都是粗口 教大那個女兒 那個女孩子 整個Facebook都是粗口 怎麼做人的老師 我想她可以跟Ben Sir去講粗口 兩個可以粗一輪都可以 張國庭就說 快點早點休息 12點半 玉玲有得好就是鬧鐘來的 OK 王山珠 我代表全家支持你 多謝 Cat Share Share 最好就是取消通識課了 王芳理 明天見 余國明就說 我愛國在於心 以國家進步前進 以人大了最需要是互信 忘不了也都要向前看 Ringo 就說明天見 Gladys Tam 就說 何律師我們大家都支持你 多謝 Eileen Lo 就說何律師 講得很精彩 全力支持你 斬草要隨根 余國明就說各位好 Jacky Zhang就說 Hong Kong lucky to have you Right OK 梁祺嘉 始終政治冷感 其實都是大多數 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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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慢慢 慢慢都要三年 現在來省國 看到十間大學 就是這樣 都要爭取的 不是那麼容易 很多事情要堅持 Lulu Ung就說 建議 港獨自己走去堆填區 最好 Nikoku就是 快點立二十三條 踢這些港獨出校 鄭程飛就說 阿羅斯支持你 Thank you Tiger Chan就說 a fool never learns 這種無虐可救 躯人無虐醫 這樣解 Sarah Chair就說 身為澳門人 也都為何律師的正義 所感動 支持你的行動 希望有更多香港人 可以加入你的 排毒行動 好好的何律師 明天集會一定要支持 堅決反對港獨 哇 讀不完那麼多 你們好多人發現 之前我已經飛了 一來就來到底盤那裏 怎知道底盤那裏排山倒開出來 今天你們都很著弱 我都很感動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的能源 所以我會努力去做好它 姚柳就說 有祖國才有香港 中國不收垃圾的 香港已經成為垃圾城市了 如果斷水 香港就立即滅亡 Samsung Chan就說 荷律師 建制派可否不批補 這個補選的撥款呢 可以的 多謝你看一看 我覺得3月11日這個選舉的安排 都是有些問題 311也是在開兩會張會 所以那些大佬們全部都在上面開會 那你來3月11日來搞選舉 你都幾是爺的 就是虎底抽薪 而且就是令到這些泛民 可以確保自己有一直可以從歸位 這個我們一定要想想辦法 我這裡也有現在先 我老虎我都會去檢視一下這個311的決定 那些錢是不是這樣花 公帑是不是這樣做 他在現時比例代表制裏面 是公平的選舉 如果這個有問題 又是一樣的 你也有一次 不只是你長洲角卓 角卓堅才做JR 我可以找很多人做JR 為香港正義而戰 你也有一次 這個選舉 可以拖後他半年 可能真的 特首特意做這一步 給我們去想想 我們要去JJ他 JJR他 拖他起碼一年半載 就幾好 3個月內公佈現在幾時 剛剛是早幾天 9月頭 10月頭 11月頭 最遲12月做JR 這個決定 開庭得來 就已經6個月了 有方法 廣大群眾可以想想 研究一下 大家不喜歡311的 就在12月那裡 試一下JR他 將他hold住 再不然 就拿一個order去state他 很大的決心 我相信 香港有幾百萬人 對現在這樣的草草去做311 選舉 這套戲很模糊 擺明就知道 梁國鴻 還有那個 又是 又是教壞學生的 這個 這個這樣的 唉 這位人 這位人姐 這個這樣的 小麗老師 他不叫老師我都沒那麼生氣 唉 又說去選舉 但是又要去上訴 特地把那些位子押住他 來將兩個位 減到一個位 在比例代表制下 確保泛民 他有55%的票 而拿到這一職位 那些這樣的政治陰謀 這些這樣的工心計 大家都看得很明白 不過你有張良計 我也有過場梯 大家想想他 是不是應該要JR 香港政府 現在這個情況裏面 還是有位在那裡 那兩個選舉 那兩個上訴 根本是沒有case的 講回頭 那兩個case 那兩個上訴 是 鑑操來 在現時的 終審法院 的判決 就針對 良游事件 清晰不過 在現時的 人大常委 那兩個 釋法 講清楚 什麼叫宣誓 情況是清晰不過 那兩個還有什麼理由 可以提出上訴 兼且拿來這個法律援助 這件事就掙掙我們處長 我知道處長的人都很為難在這裏 但是不要忘記 在香港政府裏面 這個公務員架構 就由港英年代 一直擁有得好 是好的 但是轉了成為 這個特區政府之後 裏面十幾萬人 有幾多 仍然有大部分的 都是港英 英國心的 好像陳方安心那樣 香港良心 實際上 他就是偏幫哪裏 你看得到 而整個政府的公務員架構裏面 有三分二 心是不與你共存 會不會是多了一些呢 應該沒那麼多 當有十分一 而還坐在高位上 這一句反映從哪裏出來呢 戴耀廷 他說 我們一定要佔中 因為現在我們沒有時間 再可以和你浪費 他說沒有時間的意思是嗎 戴耀廷來說 他都五十一 五十三歲 如果想當年 港英時代 留了一些針 大家都知道 針這件事 是現實來的 警察都會派臥底去黑社會 一個政治政府的架構 是不是 政府的架構 有間諜 有特務 特工這些 又是公開秘密 十六萬的公務員裏面 我當有1%到1萬6千 是和政府開倒車的 而是坐在高位的 大有人在 所以 戴耀廷說 我們時間不夠了 假設最後那批當時 港英要安插了下去 這個特區政府裏面 那時候是三十歲頭 或者二十多歲尾 升上去做AO 或者開始做D D Director Grade 1那些 都三十歲過二十年 大哥已經五十歲了 再噹噹噹 如果不是2017年有特 有特首選舉的 用來搶回這個位 再拖多五年十載 那這批五十歲 都已經隨隨老耳了 大哥 是不是 所以他說 一定要用非常手段 來脅迫中央政府來 搞這個香港的普選 其實普選有的 他要用來真普選 什麼叫真普選呢 就確實可以確保得到 他這一部分西方陣營 培訓出來的人 然後香港人 可以上位 而最後這一批 針呢 都已經是五十幾歲 再等多十年 六十幾去選 好像林鄭現在選的 都已經六十一歲 這批過了 再不上位 所以就搞佔中了 這批過了 為什麼要說這些事情 要拆開呢 你梁國雄 每次都拿到這個法援 批法援的有兩個tests 一個tests就是 你是不是有水 有水就不批給你 第二 你有沒有case 有沒有merit在這裏 如果是沒有merit的 也都不批 谷裁擺到明 梁國雄這些case 根本是沒有merit的 為什麼在這個 法律援助裏面有批呢 只有三個解釋 一是怕事 二是一條針 三是一個疏忽 那究竟是什麼呢 那我排除不會疏忽 這件事擺到明 是不是 盲的都聽得到 是不是 濃的都可能看到 是不是 那如果是啞的 大哥都寫得出的 那你沒有理由 這樣的情況 梁國雄那些會批的 批過什麼 有什麼原因要批給他 蘋果批 菠蘿批 誰批給他 這個很大責任 好了 擺到明這些事 是沒有case的 他專門找到劉小麗 一個是新東 把位出來 一個是九西 就是這個劉小麗 這個劉小麗擺到明 哪有水呢 他說籌籌了幾百萬 那幾百萬那些是坐重來的 也是犯法的 如果我是警察 我是DOJ 我是Rimsky院 就立刻查 他那七百萬在哪裡 封了他 這些是laundering 這些是黑錢來的 犯法的 現在他有七百萬 現在他有七百萬 就OK了 立刻批給他 封了他 是不是 有case的 好了 他擺到明 就是一會去到這麼一刻 他就不去的了 abandon他appear了 一abandon他appear的時候 到你已經解決了 因為他想著 我上訴都搞一年 那你現在那個 你那個選舉就是311 到311之後 他就abandon他appear了 為什麼我們林鄭鄭 會看不出來呢 為什麼我們馮華華 又不是很懂呢 為什麼我們 原國國又不做事呢 為什麼我們個個就在那裡 口罕罕 口罵罵 為什麼呢 我記得以前我們小時候看一本書 叫十萬個為什麼 現在大概就是 百萬個為什麼 千萬個為什麼 越看越多 哇 真是 又要我出了鼻子 好奇怪的 大家不妨可以想一下 我是 我很喜歡想事情的 有人問我做什麼事 肯去想這麼多事情 因為我看到真的有百萬個為什麼 這些問題 有些很顯然容易見的 但偏偏是這樣發生的 是什麼原因呢 啊 原來 原來 Benny Ty 她說出的答案 就說 我們時間沒有了 時間沒有的意思就是 他們最後那批針 已經差不多到期了 Good to be consumed on or before such a date 再過了就不要吃了 沒有效了 是嗎 但是anyway 她又荼毒了一批新青年 但是那幫呢 又不誠氣 又只是 只是恐怖有力 無鬥 上去之後 就是 語無倫次 一招得志 語無倫次 好像糧油那樣 我都記得的 這些事情 咦 我何君堯呢 是親身經歷 第一手資料 第二 我對任何事情 用我律師 這麼多年的工作經驗 來加以去分析 去觀察 第三 我是作出總結 跟大家分享 我已經參與很多人的意見 然後作出決定之後呢 我又決定 我就有行動 第四 行動的結果 最後會是怎樣呢 我不能夠完全講出說 一定做到 但是 做充分的準備 要得到廣大的 市民的認同 大家攜手去做 雖不重 亦不願意 好了 現在開始眼睡 明早一早又要做運動 然後就陪我媽媽去喝茶 然後輕輕鬆鬆 又見了七叔 一位智者長者 他給我很多 很多鼓勵 他是潮州人中 是得高望重 也是新界人 我們 我們 我們的 表表姐 接近90歲 又要和他 吃眼皺 和七嬸 好朋友 多謝他這麼多年的 又是我爸爸好朋友 說說說七叔 我爸爸 和Sir David A.K. Jones 這些 他們 非常之 深膠 時時他們 都坐在一起 我爸爸還沒走之前 大家都 聊聊聊聊天 很多 很多 很多道理 很多經驗 傳授 我很希望我們年輕人 都好像 我們這一代 是肯去聽上一代的說話 上一代通常他不會善你的 如果你肯去做這件事的話 是一件好事 回來 OK 嗨 所以 明天吃完飯之後 他調一點 就回去立法會 然後再看看那些工作準備成怎樣 明天我有成 大概二百幾個狗冊 維持我們場面的秩序 預算有 1300人 低水 高水 中水 2000人 高水 我都不知道有多少 但我很希望 你到時出席 我在這裡 祝大家 有一個 甜蜜的美夢 不是惡夢 我們 撥亂反正 破格求變 明天 隔走大耀廷 早晚 拜拜